以木雕创作,雕刻出令人感动的不平凡苹果 艺术由生活而来,但又有别于生活 艺术家陈佩颖认为艺术存在于我们生活的各处 就是因为太过习以为常,反而容易被我们忽略 陈佩颖认为,生活处处有艺术 只要用心观察,日常生活中的很多微小事物都有可能充满惊奇 就像苹果,虽然是大家熟悉又常见的水果 但其实也可能存在着许多不同的可能性 陈所谓从古人中创造必然 陈佩颖希望她的创作是单纯的 并且可以带给大家快乐和充满正向的能量 木头是韵律生命的植物 不论是香味还是温暖的触感 都让陈佩颖非常热爱 选择苹果当作创作题材 一开始很单纯的是因为陈佩颖很喜欢吃水果 包包里无时无刻总是有苹果 就在陈佩颖开始目标创作的时候 突然发现吃苹果和雕刻木头很像 一个是用牙齿咬苹果 另一个是用刀子雕刻木头 一样都是减法的概念 但不同的是苹果吃完了就没有了 木头雕刻却能够保存下来 法界新闻记者 蓝衣荣台北采访报导 法界新闻